台中市政府投入8.5亿元经费 推动新盛绿川廊道计划 包含水质改善、景观营造等 都涵盖在工程计划内 而在施工的过程中 也保留了日治时期台湾大道下方的英桥桥墩 并且以中区旧城文化为背景 设计一系列绿川品牌行销推广计划 未来也将推动绿川漫步小旅行 让国内外自由行的旅客 预约后就能享有导览服务 带动旧城新生 成为观光新亮点 所以当时候做出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可以看一下 导览人员进行绿川相关背景解说 台中市中区绿川 历经日治时期中区建成 可以说承载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但在城市高度发展下 过去风貌不在 因此市府推动新盛绿川廊道计划 希望透过绿川整治 带动中区再生 建议大家如果来到台中市的旧城 这里是旧城 但是火车站前面 这里现在在做很多的改观 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东南亚的文化 会有些兴趣 大家可能过去会觉得他们是移工 他们来这边工作的 但是其实在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道地的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还有越南美食 中区绿川河道长达5.7公里 沿着绿川一路走过东斜广场 可以采买到东南亚食材感受异国情调 再往下走就是民权路上的台中州厅和台中市役所 为了让国内外自由行旅客也能更加认识台中旧城区 未来将推出绿川漫步小旅行 只要提前预约就能享有导览解说 可以沿着这个我们的绿川的一个河道 穿过这个台湾大道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1915年所完成的一个樱桥 其实就在我们的台湾大道下面 那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遗迹 然后呢你可以一直往前走 走到这个东斜广场 这边有一个全新的完成的一个绿川的水舞台 那这个可以当作我们市民一个休闲 或者是说音乐活动表演的地方 其实我们正常来说走绿川我们不会走太久 而是说它是城市里的一条川 我们讲的是城市 所以在这个城市里面可能是90分钟 但是大家可以借由五感 就是触觉 嗅觉 听觉 味觉 视觉 这几个觉呢 来感受这一条川和这个城市的关系 大概是走90分钟 新盛绿川狼道计划即将在农历年前完成 这条台中的母亲之河将要重见天日 为了推广绿川品牌 市府也在台中市一所举办绿川展览 希望透过布展 让民众更认识绿川的点点滴滴 记者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道